欢迎收听11点543 我是主持人谢彦荣 今天进行运动543 现场来宾是体育大主播陈凯 哈喽陈凯你好 彦荣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中华职棒释出扩编第五队的消息 其实也跟我们刚才上一段 节目当中谈到的主题一样 其实谈了好多好多年 事情好像永远都停在那边 有些呢 他本身拥有球队的企业 表达有意愿 但是呢 可能是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啦 或者是在中华职棒方面 会有一些疑虑 现在传出哦 曾经拥有过 卫权经营权的鼎星集团 表态说 哎我们想要让卫权龙队回来 想要呢组队了 在很多龙迷的心中 卫权龙队是一块 非常非常让人怀念的大招牌 宣告解散的卫权龙队 真的有机会回到中华职棒吗 还是因为鼎星集团说 哎我过去因为这些 黑心油事件啦 所以我想借由职棒 这样的一个形象 来把我的招牌擦亮 毕竟现在好像很多人买鲜奶 还是不想要买他们相关集团的 一个产品哦 所以如果说我能够借由 健康清新的职棒形象 重新让民众 接受这个集团所做的 一切努力的话 其实想想也蛮划算的哦 鼎星集团啊 就是20年前啊 决定解散卫权龙队的集团 我必须要跟大家 回顾一下这样的历史 也就是当时呢 卫权龙是完成了三连霸 全世界大概没有任何一支 职业运动队伍 会在三连霸之后呢 由老板主动宣布解散 所以呢 而20年来 这件事情 20年来其实 是所有卫权龙迷心中的痛 也是陈凯心中的痛啊 他是卫权龙迷 所以这件事情 我相信记忆犹深啊 我看到三连霸 我就去当兵了 就在当兵的地方里面 就在当兵的时候看报纸 就看到卫权龙队就解散了 所以卫权龙队龙迷也球员也好 上街头去游行的时候 我也没办法去 因为我在当兵 当兵回来以后 当然中华职棒又迈入了 另外一个新的境界 但个人的回忆是小 我认为是 如果鼎心这个时候 又重新跳出来说 我要重组卫权龙的话 他必须第一件事情 要跟以前的卫权龙迷交代 就是说 他当初为什么 要在那样的情况下宣布解散 这件事情 甚至于是 应该要跟他也欠 当初那些死忠的龙迷 一句话道歉 但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 鼎心集团都没有 跟大家很明确的说明 当卫家 事实上经营者还是卫家 那卫家并没有说 当初他为什么要去解散 球队亏钱吗 还是你记住什么原因 要把卫权龙队解散呢 然后当时解散了之后 让许多卫权龙队球员 就此结束了职棒生涯 而且也让很多的农迷 觉得他们所心目中的球队 永远的消失 所以我觉得 在他们鼎心 必须要先去跟大家讲 你当初为什么解散 你要给大家一个合理的答案 然后要很诚心的 跟大家道歉 才有可能获得 之前的卫权龙迷的 这个原谅 或者说是再度的支持 你这前提是 鼎心是真心想要 重新让卫权龙队活过来 对不对 那当然你要挽回球迷 或什么 你必须要有其他动作 可是连这个前提 我想很多人都打一个大问号 毕竟鼎心不是第一次 放出这样的一个风声 他过去也讲过好多次 而且这一次我看到 不断在媒体上看到 鼎心说我要怎么样做 我要让卫权龙队回来 你球队在哪里 你没有任何招兵买马的 具体的作为 这也是一点 你要找回原来的球迷的话 你必须先解释 当初你为什么会解散 然后你再回来谈说 你为什么现在要 重新再租起来 我们当然相信 鼎心是真心的 如果他还不真心的话 那这个整个事情 没有讨论下去的必要 但是你要是真心的 不是只有嘴巴讲讲而已 以目前实际上的情况 中华职棒已经很清楚告诉你了 联盟说 鼎心在当初把魏权龙队解散之后 也直接就退出了 中华职棒团体会员的资格 也就是未来就算是鼎心 鼎心拥有魏权的经营权 所以他可以用魏权龙的名字 再次申请加入中华职棒 但是这支球队跟之前的魏权龙队 基本上在联盟的认定 就是两个不同的团体会员 所组成的球队了 这个所谓龙队的复活 或者说这个球队的龙魂再序 在现实面上面 情感上面我们说可以 但现实面来说 这件已经是两支不同的球队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如果鼎心说要加入 现在的说法是说 4月份要提出经营计划 7月份就要加入选秀 然后在下半季就要开始找二军的阵容 这个说起来 在我们过去看了中华职棒第五队 第六队讲到这么多事情 中华职棒凝出了经营的加盟计划书 然后又找了之前的澳洲又来找 然后拖一年 再拖一年 再拖一年 以前拖来拖去 动作都很慢 这次好像突然变得很快了 只要人家提出计划书 我们大家审核 三个月审核 就可以让大家来 就可以选秀 就可以来组二军了 那这个就 这个步骤怎么一下子都快这么多 为什么碰到鼎心的时候 脚步又这么快 而鼎心提出了什么样的财务保证 这才是大家最关心的重点 就是说你今天你要回来做 好我们姑且相信你是真心的要回来做 中华职棒 但是呢 你说中华职棒 你可不可以提出足够的财务保证 比如说我提出足以 经营三年到五年的流动的资金 你可不可以在财务企划书里面 不仅是对职棒的其他的四肢球团 做出解释 同时也对公开对社会大众 做出解释 我认为这是鼎心能取得 球迷的支持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因为到目前为止你看到他的说法是 我要重回我要复活 魏群龙队 我去拜访了师母 我去拜访了联盟 我去找王建民来当总教练 或者去找张泰森当总教练 这听起来这些事情都是一些表态 一些姿态 而真正最重要是你要拿出多少钱来质 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在这一部分财务部分说明 顶性到目前为止都还是说 等我们四月份企划书拿出来再说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就只能说听其言观其行而已 其实魏群龙队要回来 他跟过去曾经经营中信精队的中信集团 后来跟兄弟向队直接买下来变成中信兄弟 情况有点不太一样 毕竟我们兄弟向就是好好一支球队在那边 那你现在魏群龙等于是从零你要创造出来 重新把它你说复活也好 再组一支新的球队也好 但难度应该高很多 当然高非常多 这也是大家提的问题 就算是你七月份可以加入选秀 你光靠今一年的选秀 你就可以组成一支跟其他四队抗衡的球队 当然你说第一年可能也不够 可是如果鼎星真的要经营的话 他现在是不是应该去找 今年其实去年12月底才有一批球员被释出 你是不是从当中里面再去办 你可以办一个所谓的自办选秀会 自办测试会 那些被职棒其他三支球队四支球队 战力外的球员 甚至你洋将测试会 你要慢慢开始做 而且这个事情要快 你必须要去投入一些资本 你要做出一些经营跟规划 才能让球迷相信 那我另外一点觉得比较可惜的是 就是运动赞助在台湾都是相当的弱势 我所谓的弱势的意思是说 运动本身就已经不再受到瞩目 而愿意去拿钱去赞助运动的企业 很多企业的想法也不一样 那过去我们看到很多次 在谈到组织中华职棒球队的时候 职棒的联盟都会问你说 你的经营的方针是什么 你的目逼是什么 你的未来要几年才能盈利 这是其实在审查经营权力计划说明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顶星到现在为止他一直谈到就是说 我们就是欠农民一个交代啊 所以我要把农民复活啊 他完全没有提到这个球队本身要如何盈利 而如果这个球队不能盈利 一直是在处在武器业来赞助变成打广告 这样子的情况下 这个球队的生存条件还是非常的危险 在台湾的棒球当然是大家最受到瞩目的焦点 但是我们在采访体育线的记者里面 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情况 就是某些的运动的赞助的企业团体 他本身的形象是有争议的 甚至于这些企业的负责人 本身就陷入了一些违法的 甚至于是有官司的这样的情况 你在讲黄色球队吗 我讲的绝对不止黄色球队 我直接就跟大家说 目前的中华奥会主席林洪道先生 他自己的案子也还没有结束 所以这些他们来加入了体育界 然后他们替体育界贡献金钱 然后呢出钱出力 可他们本身呢 在道德上在形象在司法上 往往都不是没有都不是完全清白的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他们来赞助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 某一些企业团体要说来赞助 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球类运动 然后呢就要开个记者会 然后呢这个企业我从来没听过 网路上去Google一下 就发现哇完完全好多好多争议的事情啊 有的这个什么人头会员的 有什么导会的 有人说他们诈骗集团的 什么都有这样子 当然了网路上面这些谣言 不见得是能够 这个不见得是一定可以 是真的 老实说我们其实就跑起于线的 其他线的这些司法财经 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你看到时候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这些本身形象上 或者是经营上面 是有争议的 是有这个合法的争议的 或是有形象上面争议 或者道德上争议的 这些企业来赞助 当这些企业愿意来赞助运动界团体 运动球队也好 去赞助协会也好的时候 这些协会要不要去接受呢 他们其实可能没有分辨的能力 可是的确人家提供的是白花花的因子 你说不要好像有点矫情 那毕竟是要拿钱来赞助你 可是拿了这些钱 是不是就变成要去帮这个企业的 社会形象去做背书 去帮助这些社会企业去扭转 他受损害的形象呢 而这个企业本身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呢 往往这些协会 这些运动选手 这些球队自己根本也搞不清楚 这件事情是我一直觉得在台湾 我不是在讲顶星 我觉得每一个协会 每一个运动项目 都会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那这个事情是非常尴尬的 因为他们其实我们 在台湾现在你知道很多企业 其实他还是 就算是有官司正义 他还是可以继续营运 那还是可以 这个为社会的运动表现 做出一些力量 可是他这些钱 就是投到了运动界里 以后就这些选手 就必须要去帮这个协会 帮这个赞助的企业说好话 因为他们的确拿权出来赞助你 但这个企业本身经营的 有没有争议呢 往往就是把运动界 也跟着卷进去了 好这也是为什么 大家现在对顶星 想要让卫权龙队复活 有非常多疑虑的原因之一 毕竟这几年顶星集团 在我们整个台湾社会的争议 一直存在 所以我想请问 身为龙迷的陈凯 我们当然知道 在整个球队 你要重新组合起来 或者是要正式进军直棒 他其实还有一条 不短的路要走 我们大家可以来观察 到底他是要借此漂白呢 又或者是说 真的我要跟龙迷道歉 我要让卫权龙队重新回来 大家可以来观察 包括你一个球队的经营 你除了要有球员 你可能球队的形象 球队的球衣 或者说所有整个风格 我球团经营的方式 毕竟看看Lamico桃源队 现在的一个经营模式 各队都在跟上的同时 你不可能用过去那一套 卫权龙队经营球队的方式 复制到现在的一个中华职棒 大家可以来监察 观察说 到底鼎心卫权 有没有诚意 重新要回到中华职棒 这些具体的作为 我想远远比他去拜会师母 或者是拜会 哪位高层 或对媒体放话说 我要让中华职棒 重新用卫权龙队 比这些都还要来得更实际 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接下来鼎心集团的具体做法 不过从情感上来讲 我要请教陈凯 毕竟他也是一位前卫权龙迷 如果说鼎心集团 今天真的通通都做了 而且让卫权龙队回来了 我还找来过去几位龙队的球员 不管是张泰山 小的叶军章 或者是更资深 林逸臻那一代的球员 回来当教练的话 对你来说 他真的是卫权龙队吗 对龙迷来讲 现在这个球队是不是卫权龙队 其实我觉得不重要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格局是放大的 也就是说 如果鼎心真的愿意出钱出力 做了一个新的球队 让中华职棒的规模 从四队至少变成五队 那么对台湾的棒职棒选手来讲 至少多了60个工作机会 六七十个工作机会 光是这件事情 我觉得说 那我们就要给予鼎心 给予肯定了 但是呢 你说找回这些前卫权龙队球员当中 总教练就会让大家认同说 他们就是以前卫权龙 我觉得那还是看他们能不能够真的替这个真的球队有帮助 真的替这个球队能够打出好成绩 真的能带出好球员 那才是鼎心 建立新的球队最重要的事情 而不是说把前面以前退休的龙队的球员拿来当成招牌 当成看板 当成广告 我个人认为在就像张泰山自己提到的 鼎心本来希望张泰山当总教练 但张泰山他自己拒绝了 为什么 因为他说他认为新的这个球队应该要有一个有经验的 当过总教练的人来当总教练才是对这个球队最好的发展方式 而他虽然不排除当教练 但他认为他目前的能力还不足以担任一支全新球队的总教练 所以他拒绝了这个位置 我觉得用张泰山这个态度是很正面的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把这个球队真正当成一个职棒球队的经营 不是说我要复活谁我就拿谁来当看板 如果这样好像有点仇庸一样的性质的话 那这个球队新的球队绝对前途是并不太看好的 我们认为说鼎心要做的事就是赶快把钱拿出来 然后赶快找到专业的经营团队 包括了棒球行政事务的部门 包括了实际上的总教练部门 相信大家提到不管是王建民也好或者是张泰山也好 他们真的都那么适合当职棒总教练吗 有没有去质疑他们这方面的能力呢 他们有没有任何的机会去展现他们这些能力呢 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广告看板一样 有了王建民就来看球 有了张泰山就表示是龙队的化身 我觉得这个角度目前来讲是必须要去做修正的 那有了钱有了专业的经营团队之后呢 再由他们去找真正适合组成一支 能够打胜仗或者是能够自给自足的一个专业团队 那这个团队要叫鼎心龙或者是卫权师 我个人都一点意见都没有 就这个必须要做的是以前的事情就已经过去了 现在大家必须看的是如何去打造 去帮鼎心这件事情要重新找组第五位 是要对台湾的职棒 对台湾的棒球整体有帮助 而不是去回去让球农民怀旧 那可以是个附加价值 但不应该是鼎心组队的主要的目的 这是我们以前的看法 当然你中华职棒你要扩增第五队是球迷的期待 球迷的期待是不是跟球团的立场 或者是整个联盟的立场一致呢 在这个部分联盟已经达成共识了吗 我希望让尽量来帮忙鼎心集团成为这扩边的第五队 在中华职棒部分有没有这样一个共识跟想法呢 中华职棒这帮人必须召开常务理事会来做确认 可是在过去的情况里面常务理事会或者是领队会议 通常不是采用所谓的多数决 而是采用共识决 多数决的意思就是说呢 只要大家多数赞成这件事情 那么就算有一队反对 我们这个事情也可以继续下去 而共识决的意思是说呢 所有的人都必须赞成 那中华职棒因为也只有四支球团而已 所以如果你要采用所谓的多数决的话 那三比一很多情况下 这一个剩下一个球队 他只要说那我不玩了 那我不参加了 那我不玩了 那这个联盟就不成为联盟了 而导致于多数决的事情 没有办法用多数决方法去做裁决 大部分绝大部分的事情 还是要采用所谓的共识决 共识决是大家都要愿意的点头 才能够答应 在共识华职棒这个所谓的第五队这件事情来讲 过去我们已经看到 包括澳洲的要来办 要来找组二军 或者澳洲职棒联盟 要来台湾找这个赞助企业 然后来组第五队 或者是呢 台湾的企业 去找冲绳的地方当院企业 要来组第五队 多多少少都会被现有的球团 去指引说 他们的经营的能力 他们的财务的能力 他们是不是真心要来做 那我希望说顶星如果现在加进来的话 请现在的40球团要用同样当初对待冲绳的球队 或对待重越棒球队 或是对待澳洲棒球联盟的同样的标准 来检视顶星的各式各样的营运计划 那才是公平的标准 不一样当然不一样 顶星集团在国内 他整个财团的财力或者是形象 跟你过去什么冲绳组队 那些当然不一样 怎么会一样呢 当然是每一支球团的企业的组成背景是不同 不过我们也知道 钱不是最主要原因 如果钱就可以 只要有钱就一定可以投入的话 那一大企业应该继续投入啊 一大企业当初突然就宣布说 因为连十年败就不再来投入 请问一下一大企业财务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 意愿啊一大不想啊 但是顶星想啊 顶星现在想 你怎么样去保证他两年之后 他突然又不想了呢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 财务拿出来足够的财务 财务保存是很重要的 你不能跟我说我现在就很想 那两年之后我就突然不想了怎么办 那是不是又耍了球迷 或者耍了联盟一个巴掌吗 那你能不能拿出同样的财务担保 当初你要求的 包括了冲绳的球队 你也要求他至少有五年的财务保证 要他们至少有十亿元的流动资金 那你现在是不是能够 在同样的标准 去要求顶星把这同样的笔钱 拿出来存在银行 而不是只有说这个拿出来 这个偶尔才要付多少钱才花多少钱 这是我说的说 你必须要用相同的财务标准来衡量新的球队 不管他本身是企业是主身是什么 那你说私底下大家有没有联络 当然我相信是有联络的 可是目前联盟就只有联盟的会长 吴智阳先生 他在对外发言说顶星要来加入而已 那至于四支球队目前的意愿呢 目前我们都没有看到很明确的说法 所以这件事情跟我们一样 第一阶段谈的问题一样 其实大家看到表面新闻报道 虽然觉得好像很乐观 大家都乐观其成 顶星也表示说 你看我拜会平平 我有我对外表达了一定的诚意 不过呢 当然看新闻要看门道 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的乐观 当然我们希望他是朝乐观的方向走了 但是显然前面还有一些变数 今天非常谢谢体育大主播陈凯 陈凯跟我们分析跟我们聊 最近棒球界的热门话题 谢谢陈凯 谢谢